所以要选择在人生这趟火车的终点站之前 就好好地修 我们不会遗憾终生的 台长告诉大家 有一个顺口溜挺好玩的 你们听了一定会笑的 就讲到一个人呢 如果你不珍惜很快就过去 告诉你们 一个人上了年纪 如果摔一跤会爬不起来 做了时间久了 骨质疏松 站了久了 关节疼痛 躺在床上睡不着 想记什么事情 忘记了 最后是知识退化 器官老化 思想僵化 生活呆化 等待火化 所以 学佛人要懂得改变现实 我们现在活着要有意义 我今天去帮助别人 我年纪这么大了 我还能帮助你 说明你就是有信心的人 今天我做好事 我为了吉普吉德给后代 这些就是走出小家 成全大家 帮助大家 帮助大家 菩萨的能量场 才会实时的射手你的心啊 赶紧 当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